欢迎回到欢迎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全世界都爱看中国 而这个礼拜呢 国际间重大的财经消息也是跟中国有关 我们来看中国方面宣布 20号开始要下调人民币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百分点 很猛啊 市场估算大约能够释放出人民币1.5兆 和台币是7.5兆的资金 要刺激经济 我们上礼拜也有聊到 第一季大陆的GDP涨7% 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这已经是大陆6年来的新低了 所以他们认为不是那么理想 这样的做法呢 一次这样的四码之后 可以刺激经济 不过像赖老师 一次四码一个百分点 是的 我们是台湾如果你要调利率 可能是半年一年调个一码0.25 一次四码有没有超乎预期 我觉得还好 还好 还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面临两个选择 因为一个你看美国先印钱 就QE出来到QE2 接着就是日本印钱 那么现在是欧洲 欧元在印钱 可是我上次看到 这个李克强在接受 这个英国的那个访问的时候 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中国不选择 用印钱的方法 因为他说印钱很简单 我也可以 我今天我要救经济 我也可以 像美国人 像日本人 像欧洲人 你们这样一直印钱 可是他认为印钱 如果印钱就能够救经济 那这个太简单了 好 可是你看他不印钱 那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让热钱跑出来 就是降码 所以他一口气 就一降 降了百分之一的话 降四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把那个钱就挤出来了 这个挤出来 这个热钱 这个钱本来是被控制在 中央银行里面的 那现在被挤出来 放出来的以后 那么市面上的钱就活落了 活落了 我们会看到股市 就等于是天才火了 那股市天才 有人会说 中国大陆下股市 是不是烧得有点过分 已经四千多点了 也就是他经济体扩大了 他的企业的规模也扩大了 吃得下 应该吃得下了 而且呢 他企业 他股票一涨钱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 这些企业的规模扩大了 因为他的股票 一直上涨的时候 这些企业的资金更充沛了 企业的资金更充沛 他们要在海外投资 或者是不管是 我们讲的这个 目前的一带一路 的海外投资 海外并购 他们的能力就更强了 所以以中国大陆现在的外汇 3.8兆美元 3.8兆美元 他们可以大量的 去使用这些外汇 在国外并购公司 所以我估计 中国大陆目前可能有两个 可能会发展的 一个就是股票继续在涨 另外一个就是加速 他们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加速在海外并购公司 看来现在很多 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都是被大陆买 就趁着现在日本的经济不景气 美国的经济不景气 欧洲的经济不景气 企业便宜到不行的时候 赶快把它买下来 我们来看降一个百分点之后 大约哪些影响 为大家做个整理 包括了市数的金额 资金人民币1.5兆 刚刚特别提到了 也降低股市大跌的风险 降低经济成长 放缓的冲击 还有刚才赖老师提到 包括了银行 券商 地产商类股可能会大涨 也的确在这几天都涨了起来 不过台湾人是 对于人民币 因为往来非常频繁 近平前段时间也趋入大陆 不知道你手边还有没有人民币 统计到3月为止 人民币的存款在台湾 是有3250亿 但是他现在开始 这样子降马之后 有人说人民币 势必会有一些一波波动 你担心吗 我是不担心的 因为反正就是 如果它还是波动的话 你就持续的再去 因为如果是长期往来台湾大陆两岸的话 因为刚刚其实赖老师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大家都看到说 中国大陆最近这个闪电降息的这些动作 其实是从去年下半年 一直到今年年初到最近这样 那当然是跟他经济数据的表现 没有以前以往那么亮也有关系啦 但是通膨的这个压力的整个幅度趋缓 也是他的这个 我们在看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其实我们在我常往来两岸大陆的 你那种人民币 你其实如果说碰到他现在降息 你觉得如果人民币现在的这个价格 down的话 那你就持有他 因为你还是用得到 那如果你是用来投资的话 因为台湾人过去几年来开放这个人民币持有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很封人民币 所以在这方面我会觉得说 不要去担心说长期下去 你拿了人民币会变成币值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民币毕竟现在是仅至于美金 世界大第二通 第二流通的这个通用大的一个货币 而且再加上中国大陆最近的 它是一连串从去年开始的降息动作 你可以看到刚刚其实賴老师讲到 我还有包括我们触控上显示了说 四个这个影响嘛 其中有一点我特别注意到 也是我上个月才刚从大陆回来 他们的房市又开始慢慢的 因为前一阵子打房 打房打得他们激烈的时候 他们慢慢的因为资金大量的涌出 除了賴老师刚刚讲到股市之外 还有一点是中国大陆的房市 慢慢的也有点大家把苗头又瞄准到那边 因为你资金有了之后 有钱的人他可以到海外大局列地 那中国大陆内地的一些投资客 他就可以开始把他的一些楼盘 房子他的房子开始去把一些 以前的一线城市 现在连二线城市他们都开始去 大量的就带他们去看房 所以慢慢的大家在中国大陆内地 看景气的时候 开始又把房市列为一个指标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七月份要开放大陆资金来台湾买房子 这一点大家可以做后续的观察 不过调一趴 我想问一下严教授的看法 因为有人说这也可能是 饮症止渴的一种方式 因为以吹泡泡来制造 这个大陆很繁荣的一个假象 但其实有些人认为 他们因为大陆本身的产能过剩 然后失业率严重 这么做一次降那么多 只是要争取一下 转型前的一个缓冲 你怎么看 我认为第一个 就是以降了这么多 让这个多余的这个产能 刚好有亚投行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就可以往这个方面出去 刚刚赖教授已经讲了 你这些投资的方向就可以出去 但我也不认为他能够撑多久 就是这个一个百分点 因为毕竟你这个降息这么多 美国到时候最后还是会担心 到时候又说你大陆是在这边 什么我们叫做汇率的这种操纵国 到时候又来回头来K你 因为如果大陆今天人民币价格被低估了 到最后的结果美国又受不了了 那又开始来给你压力 我们当时就看说 奇怪美国的经济不好 但是美国的美金反而还蛮高的 到现在为止都蛮高的 可是事实上美金这样承担下来 对美国人消费来讲是不错 可是最后对美国的出口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认为美国最后也会给压力 让你大陆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低估人民币 所以三万家共同意见 观众朋友如果你手边有些人民币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放个定存反正现在都是三到六个月的定存三%以上 放久一点也是OK的 不用太等 它至少不是印钞票 QE那么严重 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可以观察的 一个就是人民币没有贬 人民币前几天还破6.2 所以它你看有一段时间是6.1点多 你就可以知道说它降息了 可是问题是它的人民币没有贬值 我觉得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也会注意到 其实因为它的利息比较高 所以它有空间降 像我们台湾已经没有空间降息 美国 日本 欧洲是根本没有降息 欧洲已经开始走负利率的时代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大陆的筹码的确比欧美 日 台都多 所以它可以降息 专家一线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接下来到我们的本周最大条 请看 来 本周最大条为您精选的三条新闻都比较有趣 等一下请三位来宾帮我们选一下你心目中的最大条哪一条 先来看到的是 二次大战70周年马上要到了日本手下安倍晋三最近说话了 说日本会反省 但是不道歉 他针对二次的历史发表的演说 表示日本深切反省 不重导覆辙 但避开了侵略这些字眼也没道歉 而且提出日本在战后 其实做了很多国际社会的贡献 这个态度有人说 嗯 听得很熟悉 因为台北市长柯P也常讲错话 那柯P呢 他是一定道歉 绝不认错 两个人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应该要心心相洗一番 另外看到的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爆料 很多国家领袖都知道有外星人的存在 但是刻意的隐瞒 这是加拿大的前部长赫勒 他2005年就说了 世界上大约是有80种外星人 有几位还帮美国政府工作 像是有些LED灯啊 防弹衣啊 都是外星人的发明 外星人到地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平常就伪装成人类在我们的周遭 很多国家领袖都知道哦 但是不敢公开的承认 这位加拿大的部长爆料 真的太劲爆了 所以永康也不知道该如何评论 只能问宝洁戏平 你们怎么看 再来是美国有个老爸 爱女心切 每天送女儿上下课 但女儿慢慢长大了 满了八岁以后跟爸爸说 我要自己上学 爸爸灵机一动 利用无人飞机来跟踪女儿 空拍的画面还直接po上网络分享 网友就批 这个老爸实在让人尴尬 有点偏执狂 那我同样身为有女儿的爸爸 我觉得这个爸爸非常的用心良苦 但也可能害女儿以后交不到男朋友 因为一牵手 搞不好飞机就来攻击 而且画面还被po上网 谁去敢教你们家女儿当女朋友 好 请三位来宾帮我们来票选一下 您心中的最大条 来 赖老师先好了 外星人 外星人 对 因为我强烈怀疑 这不早就外星人 不是 我强烈怀疑 那个西品是外星人 因为他现在在帮我们打预防针 是 因为你看他讲的有八十几个国家都知道 那么 还有八十几种外星人 八十几种外星人 那所以为什么那个保洁或是西品 他们能够一直坚持说 所以我强烈怀疑 这个西品会不会也是 至少这个新闻可以让关键可以做很多集 是 好 来 严老师 我选这个安倍的 安倍 因为我觉得韩国跟大陆都在等他道歉 那他从来 他就说我承认过去所有的道歉 但是我现在是会反省不道歉 我跟日本人讲的 我说最简单 日本现在不敢跟 他承认过去所有的道歉 不是他说的道歉 不是他的道歉 但他也可以接受 是其他的前首相 对 以前的他说我都接受 但是我认为日本今天 因为今年是最敏感的一年 二次大战七十年 那安倍可以道歉是 因为他不愿意跟中国道歉 因为中国现在起来了 你跟中国道歉 有一点点好像 低头 低头了 韩国也起来了 所以他不愿意道歉 我建议他跟台湾道歉 顺便 就顺便把一次 他未安抚他跟台湾道歉 就等于把韩国的也道歉完了 这个高招 所以我认为他跟 比较弱的道歉 比较容易 而且可以满足日本国内右翼的份子 对 跟强者道歉很难 跟弱者道歉容易 所以德国当年 你看跟波兰道歉比较容易 是 我们看看安倍会不会如此有智慧 来 靖平 如果刚刚言教授说的 安倍晋三跟台湾道歉 我绝对选他本周最大条 无奈他还没做到这个地步 而且他最近又准备派他的特别助理来台湾 还希望借马英九总统谈什么 台湾对日本的这个农产品的管制 如果台湾还不做出一点状况的话 那个日本甚至要控诉到WTO 所以我觉得甚至对台湾 有一点这种恫吓的味道存在 那我们就要求他道歉 所以如果他是对台湾 我就会选他 但是很遗憾不是 所以让我觉得他跟这个 土耳其的总统 阿尔杜安对亚美尼亚种族型灭绝这种举动 还有包括台湾的这个讲话 会常常道歉的科匹 我觉得这三个人 在政治上属于民族主义者 像这个政治三胞胎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大概就不会选他 你还蛮客气三胞胎不是三宝 三胞胎啦 因为他们的观点各异齐趣 但是这个发言的这个 都是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而且都是绝不道歉 那另外一个这个 加拿大的前国防部长 我觉得他讲了八十几种外星人 让我想到是 难道这个电影 NIB星际战警的情节是真的 然后有地下的这个一个 全球的一个总部 他会去当顾问 所以我在担心说 这个赫乐讲完话之后 会不会拿一根各个棍子 在摄影机前面闪一下 然后大家讲他讲什么忘记了 有没有外星人忘了 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本周这一条条 我也跟赖老师一样 投给这个外星人 我没想到这个外星人话题 这么火热 难怪会有收视率 我们上回学近片刻 回来更多其他国际人的话题 慢慢继续聊